蘇人忙著除草 因為這個佔地有一點一公頃 次之兩百六十萬元 打造的新北市土城區原住民生態公園 完工已經四年 最近被平面媒體踢爆 雜草重生根本像是廢墟 連附近的居民也說草真的很多 居民表示之前其實都有人固定來除草 不過雜草還是長起來了 連公園內的景觀意象也都快被打住 區公所表示 主要是因為原本負責環境維護的單位 在新北市升格之後 全責交由市政府景觀處來負責 區公所只負責維護管理 而區公所到七月十五號 才順利的委外發包 所以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沒有除草 雖然雜草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不過由於土城原住民生態公園附近的 土地已經被財團開發 所以通往公園的沿途兩側 建商都搭起了大片的圍籬 讓這座生態公園更看不出所以然 居民也反映公園缺乏照明設備 去的意願不高 不高啊 你看到晚上都沒有燈啊 都沒有 你看他沒有設備 安全設備都沒有嘛 連路燈都沒有啊 比較危險一點 將來他會有一條路過去 那他也那個建設公司他也承諾說將來會以這個公園把它保留下來 也供這個將來市民使用將來動線會整個拉出來 土城區公所表示現在會先加強公園的管理維護 未來將會配合建商進行開發 希望帶動原住民生態公園的使用率 接著賽古馬丹新北市土城採訪報導